近日 神州北极黑龙江省大清安岭墨河市气温持续走低 最低气温跌破零下15摄氏度 从10月14日开始 墨河市多条河流开始进入流冰期 比去年提前将近一收 墨河市冬季漫长 气温一般在零下40度以下 年平均气温只有零下5摄氏度 无双期仅有80多天 是中国气温最低的城市 据墨河市气象部门介绍 虽然距离立东节气还有20多天 墨河市已经开始进入流冰期 比去年提前将近一周 这标志着中国最北城市的冬天即将到来 受冷空气和高空低潮共同影响 前几天我是出现雨雪天气 雨雪过后出现大幅度降温 降温幅度达10度左右 受冷空气都引影响 16日开始 墨河未来几天气温有所回升 在墨河市洛谷河村附近 大大小小的薄冰牌在俄尔古纳河上顺流而下 岸边结出了一层晶莹剔透的冰层 北极村附近一些小河流河面 甚至已经完全风冻 冰层厚度达到5厘米左右 远远望去墨河市似乎已经进入了隆冬 最近那两天就感觉天气温下降 这河都风冻了 感觉天气越来越冷了 晚上已经零下湿的度了 我们现在干活都已经穿棉服了 穿雨容服了 流冰期是中国北方的江河 在畅流期与风冻期之间的一个过渡时期 墨河市境内的大江大河 在每年4月中下群的开江开河时节 和10月中下群的风江风河时节 均会出现流冰期